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苏天马机场也是我们新疆第一个投运的高原机场 走走走 跟着我一起走 这是我们的入口 机场定位为国内民用支线机场 新建3140平方米的航站楼 赵苏天马机场航站楼设计紧紧围绕 安全高效 绿色环保 智能便捷 和谐美好的四型机场标准设计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机场里面好吗 赵苏天马机场的建成与通航将与伊宁机场和纳拉提机场 共同形成伊犁河谷空中旅游环线 将加快推动赵苏的旅游产业发展 他来了她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哦哦哦哦哦 他来了 by bwd6